同志皇帝为何十九岁便早早驾崩,看看他的所作所为,十九岁已属高寿了。 生在帝王之家,一出娘胎就处于权力和富贵的漩涡之中,有些人能够在漩涡中全身而退,有些人则在漩涡中越陷越深。 清朝有许多悲情天子,光绪是一个,同志也是一个,这两位皇帝的命运仅仅跟一个女人捆绑在一起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繁华五千年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失踪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。 愿订阅年书的朋友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每点关注的请点一下关注。 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给年书双击订阅哦,感谢了。 接下来,年书也会好好努力。 双击订阅谢谢,好人一生平安。 这个女人就是一无是处的慈禧太后,她掌握朝堂长达半个世纪,不仅勾结外国势力,打压本土进步人士,让民众陷入水深火热,更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长时间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,最后接狱而终。 尤其是同志皇帝,这个紫禁城出生的最后一位皇帝,他的死亡很大程度上就和自己的母亲有关。 咸丰六年,也就是公元1856年。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,鱼音似乎还盘缓在北京城而上空,此进城里,楚秀宫内一片繁忙。 太监,宫女摸肩接踵,在总管太监韩玉来的有序指挥下,来回奔走。 原来,这日是咸丰的爱妃,一品慈禧,的临盆之日。 咸丰从二十岁登基,时隔六年,一直没有生下子嗣,只有丽妃生过一个女孩,眼见皇位,面临无人继承的困境,咸丰心里万分焦虑。 盼子心切的咸丰帝,早早将慈禧的母亲接来,希望能够稳定慈禧的心神,顺利诞下皇子。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,一生婴儿的啼哭声从楚秀宫中传出,总管太监韩玉来顾不得别的,一路跑向咸丰帝,说,一瓶生下阿哥,母子平安,万岁爷大喜。 咸丰帝一听,龙颜大悦,立刻下旨将一瓶,晋升为一妃。 这个皇子就是后来的童治帝,童治帝一出生就巩固了慈禧在宫中的地位,母平子贵的慈禧也越来越得到咸丰的宠爱。 这就为后来慈禧的掌权之路提供了莫大的帮助。 作为咸丰的独子,童治自然是万千宠爱于一身,咸丰还亲自写过《绕西堂前》筑校园。 声动再现了童治在咸丰面前一压学部的景象。 到了命名日这天,童治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,爱心觉罗,宰纯。 在此进城过了十几年的太平生活后,宰纯迎来了一个生存危机。 英法联军攻破北京,抢劫了袁明园, 宰纯也不得不北逃热和行宫,跟随父亲躲避战乱。 第二年,咸丰帝弥留之际,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便向众人安排了后世。 第一,就是国不可一日无君,选择继承人是面临的头等大事, 按照清朝皇室的继承顺序,帝国的未来就交到宰纯的手里。 于是咸丰立皇长子宰纯为皇太子。 第二件事,就是在春年纪太小,还是个五六岁的娃娃, 需要找几个周公诸葛亮氏的人物尽心辅佐。 咸丰挑中了肃顺等八人赞相政务,后人称为顾明八大臣。 第三,咸丰帝死前为了避免外戚干政, 权臣淋漓局面的出现,特意留了个心眼,将权力一分为二。 首先就是国家的具体事务,出台政策,外交方向都有八大臣共同商议, 但是为其赋予法理上的依据则交给了两宫太后, 一位宰纯生母慈禧,一位正宫皇后慈安。 对此做出的安排是将御赏, 同道堂两方小印喜分别赐给慈禧和慈安, 并规定凡下发的御旨都必须有这二喜盖章认可才能作数。 根据清朝档案热和密闸的记载, 两印喜君大行所赐,母后用御赏喜, 上用同道喜,翻映朱笔出用此代之, 数纸易皆用之,以度弊断。 咸丰的安排应该说还是滴水不漏, 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。 可事情的发展不可能尽如计划的一样, 总有意外产生,这个史料未及的意外, 就是慈禧本人的权力欲望太过膨胀。 不久,慈禧就联合公亲王一新, 纯亲王等人,趁着夜色发动了新有政变, 铲除了八大臣等政治势力。 从此,朝堂上慈禧一家独大, 隐隐有吕后之风。 在这场政变中, 宰纯只是个五岁的娃娃, 尚未知晓人士的她还不知道, 自己今后的命运将牢牢被母亲所掌控, 终其一生也逃不过慈禧的五指山。 1861年, 东十月, 两宫太后下诏, 改年号为同志, 取春秋中同归于智之意, 也有说母子同志天下的意思。 不论哪种意思, 事后的事实显示与其说是同志。 不如说是母志, 同志弟从未享受过一刻真正的帝王权利。 同志一共在位13年, 自己亲政仅仅一年有余。 前12年, 自己在政务上没有任何的发言权, 最后一年, 自己做出的任何决定也要得到母亲的点头允许, 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处处受到母亲的钳制。 在同志11年, 在纯到了大婚的年纪, 中国古代社会上至黄金国妻, 下至平民百姓, 婚姻都讲究父母之命, 媒妁之言。 慈禧和慈安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, 各位同志挑选了一个人选。 慈安选中的是尚书崇文山的女儿, 慈禧则要立奉秀之女为皇后, 两宫太后各执己见, 互不相让, 这让同志弟左右为难。 外界本以为同志会遵从母亲的意愿, 选择奉秀之女。 可同志偏偏选了崇文山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, 这令外界猜测母子关系生出了嫌弃, 也可见同志逃脱慈禧的掌控有多么强烈。 大婚之夜, 同志喜欢读书, 便想测试阿鲁特氏的文化水平, 让其背一首唐诗, 阿鲁特氏不愧是尚书的女儿, 状元的后代, 贝德极为熟练不说, 还滔滔不绝讲起了此事的来龙去脉。 这令同志大感诧异。 殊不知, 同志对阿鲁特氏的喜爱更加惹得慈禧不满, 失望之余, 慈禧还暗示同志要对惠妃多加关心, 甚至还特意叮嘱阿鲁特氏要自尊自爱, 不要总和同志待在一起, 落一个红颜祸水的名声。 在《清宫遗文》就记载道, 重其之女, 端庄真静, 梅儿有德, 地甚爱之, 以歌于慈禧之威, 不能相款洽。 处处受到捆绑的同志欲不得志, 干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母亲慈禧的同意。 1874年11月29日, 同志在西院游玩时着了梁。 接连几天都觉得圣体为和, 本来想召见的大臣也都推迟了。 与病魔斗争两个月之后, 同志就一命呜呼, 建了列祖列宗。 同志死十年仅十九岁, 在最美好的年纪凋零了, 也是清朝最短命的皇帝。 同志的身体虽然脱离了苦海, 然而却留下不少的未解之谜, 最大的谜团就是同志的死因, 清朝官方的说法是死于天花, 并且死状极惨。 万岁爷禁要底薄, 记载口舌声窗, 浑身流浓, 牙吟黑迷, 臭气仍然。 民间则流传着同志死于梅毒的言论, 反驳官方的说法只不过是为了遮住皇家丑闻。 在清朝重臣翁童和的日记中, 详细记录了同志治病的整个过程。 12月8日, 同志身上开始起疹子, 经过御医李德利, 装守和的诊断后, 判定同志得了天花。 从这一天起, 翁童和每日都进宫问安, 回到家后便记下麦案和药方。 17日, 同志和太后在东暖阁召见了翁童和等军机大臣, 日记写道, 上头面皆灌浆饱满, 声音有力, 举臂是之, 磕料极足, 不胜喜悦而退。 这就说明同志的确感染上的天花, 正处于全面出斗的时期, 只要挺过这一阶段。 同志将会大难不死。 然而, 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。 没过几天, 到28日, 皇帝的脉案是头炫发热, 腰间肿痛流浓, 顶拨手臂皆有溃烂。 又过了三天, 同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, 根据御医李德利的描述, 同志的脉象弱而无力, 腰间肿痛的地方也开始流浓, 也流着臭不可闻的心水, 口腔弥烂不止, 病症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地步。 挨到1月3日, 同志弟终于无药可医, 魂归9天。 但是, 这种说法一直遭到质疑, 首先是发病的症状不同, 同志发病的第一天。 感觉是气到耿阻, 有昏厥的征兆, 而真正的天花, 以往都是身体感到头痛, 发热, 类似于感冒。 第二点, 就是发疹的不为不对, 几乎患有天花的患者, 都会在面部出疹, 暂时驱赶, 死至。 最后一点,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 就是疹子的颜色不对劲, 同志发疹是典型的水浓泡疹, 而后变成紫色红肿一片, 这和阳眉大疮如出一辙, 并且同志发疹医院, 不但没有脱落, 反而流浓, 这和天花一般十五天, 就会脱卸相去甚远。 根据这些推断, 同志很大可能就是患上了眉毒。 眉毒是生活放荡, 才会感染的疾病, 而同志就经常微服私访, 溜出宫去, 前往的地方就是北京八大胡同之类的烟花之地。 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, 不能随心所欲, 找自己喜欢的妃子, 经历旺盛又无处发泄, 于是只好另寻安慰,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他不敢去著名的青楼妓院, 唯恐有损天言, 只得找一些暗昌或者下酒流的地方, 因为这些地方, 有身份的大臣往往不屑一顾, 自然增加了隐蔽性。 事实上, 同志的放浪早为人知, 请史学家李慈明就记载同志, 辖尽幻术。 岁征岛已嬉戏游艳, 甚至还有丹尼男宠的行为, 除去辖绩还总带着一两个小太监, 还有公亲王一新的儿子材质。 周星驰著名的电影《九品芝麻关》, 就有同志侠迹的片段。 长此以往, 纵然是铁打的身子, 也经不起整天整夜的消耗, 同志身体的精元早就挥霍一空, 缺少抵抗力的同志, 又患上了梅毒, 岂有不死之理? 纵然同志的死亡, 有其自身躺平百滥的原因, 但造成这一后果和慈禧也脱不开关系, 平心而论, 慈禧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。 有着极强的控制欲,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, 在同志的长大过程中, 慈禧虽是同志的生母, 扮演的却更多是一个严妇的角色, 而慈安泽更像是一个母亲。 而且光绪的结果众人皆知, 囚禁营台, 孤独终生, 最新的研究表明, 光绪死于披霜是确凿的既定事实, 只是下毒的幕后黑手还众说纷纭, 无疑慈禧是最大嫌疑人。 也就是说, 光绪和同志在本质上, 其实是一样的, 在这样一个虎妈人面前, 自己不过是个坐上椅子的傀儡, 同志就是光绪的前车之鉴。 光绪则是同志的后世之师, 这一对难兄难弟到了黄泉路, 可能都会是对方的知音。 最后的最后, 亲戚朋友们, 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 爱你们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